香港真好玩 穿素東西多數是港產 六合彩幾元有得玩 還剩的想法有幾千萬 一元一隻雞 為什麼兩元一隻蛋 好玩 好玩 真的好玩 股市好像過山車 行指跌完了會反彈 樓市好像放飛彈 董爺叫我不用賣地產 搞到我現在日日加班 為了每天三暫兼牛煙一晚 令我每一刻起生涯 為了個紅寶仔那全靈家宋 我已經分進去偷懶 香港真好玩 好玩 夜多數是港產 鹹魚到香港會翻山 天天都可以魚翅撈飯 有人馬照跑 有人路照走 好玩 好玩 真的好玩 一邊吃魚蛋 裡面體育蛋 十澳風遊 照樣加班 赤立博 繼續數到台灣 找一隻傻子都更半班 著數一 還有六百多萬 阿彩都是姓展的 我們自己親骨肉 我們一家人要愛護他 通識他 在適當的時候就保護他 提攜他 還有 這是我的命 如果讓我不聽就格殺物論 阿彩 乖 乖 這個兒子乖 支持我 一天進來就二話不說就問阿彩 不, 剛才我在街上聽到有個女人 被三十個潮州路漢 背了 三十個潮州路漢 三十個潮州路漢 二十個潮州路漢 二十個潮州路漢 你真傻 二十個潮州婆子針 全部收錯了 是十個山東佬和十個黑鬼 不是 很夠的 我修老風說那個女人做了全衛理 別看著我 那不可能是十六哥 十六哥當然是想 誰 一定是樓上的賢嫂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但是冷天時 她都穿著武衆衣服 打出家裡的 是誰呀 我說樓下阿英才是頂頭大熱 我經常見到她 跟那些男人這麼單眼 阿英本身是單眼的 真的嗎 不是呀 我聽人家說那個女人姓展 姓展 聽說全是你只有我們一家姓展 不是呀 一定不會是我的 會不會是 也不是 莫非是 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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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了, 羅哥, 你快 你別哭了 別哭了 別哭了, 別哭了 你不相信 暈了 你暈了 你暈了 你真的假不假練那些氣 阿彩, 我看過我完全沒有手札 她說你選這個方法的話 那痛苦指數高達五顆星 是呀 是呀 你不如先下來吧 讓大哥跟你研究另一個方法 乖 爸爸, 我對不起你 你傻了 幹嘛說這麼多話 發生這麼不幸的事 你也不想的, 我知道的 下來吧 你不怪我, 我的心會很不安樂 你傻了 我不怪你, 真的一點都不怪 爸爸, 扶你下來 對,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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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小心 爸爸, 你對我真的好 我都溜了 傻女兒 我們是一家人 無論你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都會接受你的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做父母一定會疼愛子女兒 傻的 我打算是被你打死的 出來怎麼無緣無故打死人 打死人了, 打你幹甚麼 那你沒有一件戰衣 你打算怎樣 戰衣? 戰衣? 我原來是老衣 對 為甚麼會失敗 剛才我朗衣公司 不小心, 掉了路街 兩塊幾水 你真是傻人 你又知道 我老百二十都是穿她的 你這麼多衣摔 為甚麼你要掉她呢 好想不是掉了我那件 你真是傻人 別吵大聲 下去吧 下去吧 有她的衣服沒事 下去吧 彩彩, 彩彩 你最喜歡看三國演義 你說她要找歷史的 快點, 把電視解封給你看三國演義 已經做完了很久了 你不知道嗎 不如這樣吧 你豈不是很喜歡打牌 我們很久都沒打過牌 不如再打一場衛生麻將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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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先簽完照片 再買一張帳給我吧 其實打牌是否真的衛生 你到底想怎樣 你不就儘管跟大家說 說吧… 你開口吧 我想進去衝上花生糧之後睡覺 糟了 我看見她的電視劇 她的女主角被人揹完之後 當然是好寒荒 又會衝上花生糧 很可憐 糟了 這個傻女一直以來 都在這家溫室裡長大的 多虧失職吧 媽媽 從來都沒經過任何風雨 我真是怕她會做傻事 那不是了, 老婆 今晚了, 所有刀刀叉叉 殺蟲水, 消毒水 一塊有致命的物質 全部都收起來 還有爸爸那些囚物 簡直殺人於無形, 賤人於死地 坐下吧 我聽別人說 我婆婆是吞牙籤自殺的 收牙籤? 我聽阿琴說 真飛是跳井死的 封廁所 那不是了? 坐下吧 拿破崙是坑頭埋牆死的 賊牆 睡街 其實我們日房夜房 都是自標不自款的辦法 真可憐 那不知道爸爸有甚麼遇見 知道嗎 在這個時間 他最需要的就是心理輔導 我們找一個人 開心見誠地和他詳細地談 開解他 不過這樣 當然這個人就不是我了 因為這條橋是我想出來的 我第一個可以免疫 最傷我們是男人 這些人 不太方便 彩雅 媽媽 媽媽煲了當歸紅棗茶給你 補血定驚的 喝掉它 我不想喝 為甚麼沒用心 有甚麼事不怕跟我說 有些事你就不明白了 你不說我當然是不明白 總之我對你和爸爸不住 人誰無過 好像我和你黃叔叔那樣 黃叔叔? 是否爸爸回鄉下拜山的時候 經常探望你那個黃叔叔 有甚麼事不怕跟我說 到底發生甚麼事不怕跟我說 沒甚麼 我們倆沒有你來的 你就告訴我 有些事你明白的 你不說我當然不明白 總之我對你和你爸爸不住 媽媽, 喝一碗當歸紅棗茶 補血定驚吧 阿彩, 你真是乖女兒 看媽媽當年沒去深圳 下了你 乖…有甚麼就沒事了 慢慢喝 真是甚麼消息都聞不到 阿彩的嘴巴好像你人包一樣 鐵筆也嚼不開 我們作為他父母的 我們要有責任 事情不發生也發生了 我可以做甚麼才行 這件這麼不幸的事發生了 俗語也有話 亡羊寶爐還未為晚也 寶?哪有寶 不是寶那些寶 我…即是時候食… 時候煙?阿彩不吃煙的 不是時候煙, 時候軟 原來你說本世紀最大的法令 如果我小時候有這些東西 就不用搞到三個客不銷了 明天第一時間和我家計會 不要讓這次不幸的事 留下任何的首尾 那倒是, 有甚麼要我們家裡 多養一個人 反正也是 明天在家計會 拿了十多雅瓶回來 我抓住你的臭口 吃一次已經夠栽溫了 還拿了十多雅瓶回來吃? 不是阿彩吃 不是你吃嗎? 阿彩, 我打算拿去店裡賣 好, 真是好, 能得住 活該我犧牲終身的幸福來娶你 你是一家之主, 你開聲 你是女人, 我是男人 你開聲 你姓展, 阿彩也姓展, 你開聲 我傲藏七隻 無論如何都說不出時候軟三個字 你幹甚麼? 兩夫妻子, 自從小子 傲藏七隻 傲藏七隻 你們倆怎麼這麼空 股票外匯, 果欄你收市 哪有空 哪有空, 我有全村姊妹未通知 不過見你是我們神奇生女合的其中一份子 我來爭取你才 甚麼事啊, 巴閉 阿彩, 知名曼屋, 事後圓 事後圓? 你那個老公是深圳包兒的陳思拉 她七個那麼多? 握手提那個 也有五個 最近人哪知道充物那個 也有三個那麼多, 究竟是誰 是呀, 陳大文的老婆 幹甚麼? 陳思拉的工人 昨晚去買宵夜的時候 撞了死妃子 被她… 甚麼? 不是吧 她的工人老到沒牙齒了 都引不揹了 知道就是那些男人 不理好醜, 大球就鬆 錯, 那些男人一般是不理老亂 但求自願的 陳思拉是否把工人捉出家門? 那倒沒有 陳思拉還好心 帶了工人去交計會食事後圓 她也要吃? 她也要吃? 她也要吃得萬年少嗎? 那個工人一定會這樣令人哭 那倒不是 那個工人本來受傷的心能早已康復 但聽到陳思拉去帶了食事後圓 為寶星月, 撞柱而死 有沒有事? 她就私行無損, 撞柱就斷 還要賠一整晚 你給她… 別說這麼多了 多錢, 坐吧… 走吧… 我不想我女兒撞柱 我不想賠成買銀 誰是大吉藥房一東主 有甚麼將來再光顧 這箱是我的證件 沒有影帶租 我就是這個區的地方專員 我就是來通知這裡各奸商戶 特首就決定在下個月 就來全衛里這裡巡視了 你們好好的準備一下 那…特首真的來這裡? 為何在家門最不幸的時候 偏偏又有些筍物出現呢? 事已至此, 我們應該放下便捷 就在今天, 重新接納阿彩 就當她是沒甚麼都沒甚麼過 我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了 就算阿彩真的有了一群禽獸的業種 我都會當自己拐孫地看待 媽媽, 你說得好 不過我們說得這麼小聲 她也不在這裡 是嗎? 真是你們的 話說回來 這次對阿彩的打擊實在太大了 肯定會對她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這樣吧, 高樓 我身為家人 我們應該帶她出去開心 殺心這樣好不好? 當然 小黎, 其實阿彩出生以來 我都沒帶過她殺心, 真可憐 不是, 我說帶她去馬場賭博金 讓她把所有心頭之粉發洩出來 你可不可以嗎? 當然不好 買書獲厲害 那對阿彩的打擊不是更大 阿彩, 以我來說 這個由我帶她參加馮三號的 重新建立自信班 她可以重新起身做人 大奶奶花幾千元 去聽這些話嗎?值得嗎? 我也會說 不是, 既然阿彩 已經失去了少女最寶貴的東西 我們就一定要給少女最喜歡的東西 補償給她 是, 阿彩, 阿彩 阿彩, 阿彩, 阿彩 阿彩, 阿彩, 阿彩 阿彩, 阿彩都玩了 阿彩, 阿彩, 阿彩 我都沒有這些大塊在玩 阿彩, 阿彩 我看到我們一家人 很久都沒有一起出來玩 今天就一起玩 一天啊 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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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彩 一輩子都沒有來玩 阿彩, 阿彩, 阿彩 今天我們一起做的毋日 要大家玩得很開心 很溫 你很容易嗎? 爸爸, 我做好多書未溫 我都不可以溫書 你都不可以溫書 你都不可以溫書 玩就算了 玩吧 玩吧 你今天我今天 居住大俠 突然來陪你 你知不知道? 你真是好行李 今天玩得很好 怎會這樣 你今天很不同感 又不是朱古力比我吃 又在這裡玩 傻女 不要讓我們吃 不是 那樣子騙到你 其實我們全家都不太疼你 知不知道 還有 還有, 這裡這麼多門 又不是博識其識 一定有 還有, 去家裡玩 簡直是適合 不如日子的需要 你還不玩嗎? 玩吧… 爸爸, 我今天很幸福 你選好了嗎? 我先唱歌 你選擇了嗎? 你選擇了嗎? 選擇了… 那我就先玩你 完成 打架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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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禮物的 你先出去吧 不是, 你盤開了 這裡可以進來的 你再過來 多點… 不要再停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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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走開, 警察 別走… 你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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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開 你走開 你看到 來吧 住山頂, 沒屋區就別學別人叫外賣 撐到我的騎士似的 吃朱古力 對 媽媽叫我不要吃陌生人的東西 但爸爸又教我吃得不要浪費 看來這盒朱古力又挺好吃 其實每個人就像一粒朱古力一樣 滋味都是不同的 有人覺得甜 有人覺得鹹 有人覺得苦 有人覺得酸 其實只要你聞品上的話 你就會發覺每粒朱古力都有不同的味道 世界上不會有兩粒朱古力味道是完全相同的 你明明我說什麼 吃光了, 還好嗎 你真是很眼淚 當然了… 多了十億張, 豈不是可以回層樓 不, 換錢隨彎好 對 你們回來了嗎? 為甚麼? 你不是跟我們後面的嗎? 為甚麼我們留在房間裡? 我自己回來簽 那你不對 我們以心為心想你和你散心 誰不知你輸回來 剛才玩得挺不安樂 別說妹妹 阿彩, 我們贏了很多娃娃回來 你看, 多厲害 很多 我們特地留下東西給你 別客氣, 拿去玩 拿去玩 奇妃拿去賣光, 兔兒 好… 不要通通賣光 留下這隻不要賣了 這隻是雄仔 幸好爸爸也記得我喜歡雄仔 如果下個月特首來訪問的時候 難道他又有錢賣禮物嗎 那這隻就送給他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猜到絕招怎麼推銀子 一定有差 我猜到絕招扔在我家就能扔到 怎麼樣 怎麼樣, 拿銀子先濕口水 一定會黏住, 別彈 老實說, 下次要去另一間 因為我覺得這次去唱前妹 我們整天都掛著這個 老實說, 去到那裡 扶餐一下子女教育基金 也不是, 生意做的 我告訴你, 你看 當你發現子女的行為有異 可能她已經遭受到性侵犯 對了, 為甚麼阿彩的娃娃 就這樣放在廁所呢 死了…快點進去… 阿彩不見了 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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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彩, 你有甚麼事 阿彩, 你舊三名的汁 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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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真的會算的 是真的會算的, 告訴我她在哪兒 是呀 她在帝國大廈, 三樓 不是吧 帝國大廈, 三樓 你也算得到, 這麼厲害 沒事, 我剛看醫生遇到她 她是甚麼醫生 她是甚麼醫生 不要你這麼多, 走吧 阿彩… 老公, 這麼多的東西, 怎麼上去呢 不要管那麼多, 上去找她 來吧 被人看見我們上去的地方 以後還要全是你蠟燭的 有辦法 不會有人認得我們 你瘋了, 帶了我自己照鏡 自己也認不出自己 走吧 不要了, 粒粒不要碰在這邊 在這邊比較好 我去廁所攪拌 你去廁所 這麼危急關頭 你還管粒粒在左還是右 一定是在裡面的 快點進去吧, 來吧 不要了 我想想, 我這麼老 進去就只會被人笑, 不去了 傻瓜 法律有規定老婆不生豬嗎 現在我很老嗎 是否嫌棄我 你自己剛剛說的 那…如果嫌棄你 結婚第二天我已經憂你了 用得這麼久 即是你從來都沒愛過我 你橫向來 那你也整天問我拿錢 是愛我嗎 我不是你拿錢 你怎麼會發奮向上 對你一片苦心 你如刺當粉絲 你趕快進去吧 你趕快進去吧 來…趕快點 快點 小心,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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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媽媽 嚇到我們多擔心 我們大家以為你真是被人家 沒有說過 我不告訴你, 只是怕人家罵我 那天我沒有上一間教會 怎知道他就叫我立即捐錢奉獻 要不然呢 你就會有大妝眼降臨 爸爸會狂脫頭髮的 咦? 媽媽會狂出皺紋 蛤? 大哥會… 癡尼筋沒了口才的 還有二老呢 會矮多三寸 嘩… 我驚義好矮 我怕你上來 未將買差好一點錢 給他們 嘩… 幸好你有給一隻武器 這件事 我上期有 我上期沒有 再矮多三寸 真的還要賺錢 哪用不怕啊 你又沒做虧心事 他現在這樣 簡直是等於搶錢 邪教來的 我為了賺錢買參考書 我還沒幫太子仔 做堅持送外賣 只剩七元一個小時 你不是吧 七元一六個小時 你都考不去做的 我們公司 整個辦公室都不止了 你是傻女來的 你早就告訴我們 就不會搞出大頭髮了 我以後都不敢了 乖… 這間邪教都算可惡 連我展昭和女兒的錢都這麼欺騙 你真是法國老人 事可殺不可辱 為了我們展家的聲義 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明天我們大家拉大隊 殺上那間邪教 替我採取土的公道 老爸 那你去我那份也行 在我未吃過這個亞洲區守府之前 我不用拜託你犧牲 不是 黑圖人送黑圖人就沒有禮 如果拿到你的錢就打個分 馬上去吧 不用交, 明天先 各位信徒 我們有請釘書基教主 跟我們說幾句話 教主… 教主… 好 很感謝各位今天 能夠在白亡之中 抽時間來聽道理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的主題 就是萬惡的金錢 現在這個世界的人 個個都追求錢 其實他們不開心 錢越多負擔越重 所以你們要將身上萬惡的金錢 捐起見教會 你個個領導 發揚光大 引導多些兄弟姐妹 翻回天岗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世界充滿罪惡 為什麼 個個都為了錢 就算是朋友 親戚 父子 夫妻 都是為了一個錢 錢 所以你們要當機立斷 馬上把你們身上的錢 捐獻出來 你們的負擔就越輕 越… 大家冷靜點 坐下… 我就說了 這個是妖氣沖天 對了師父 妖氣沖天 你們是什麼人 是不是想入教 你當然是這裡的主持人 是,沒錯 請過來聊幾天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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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為了能夠保證你們這一區 能夠順利傳道 我就打算每個月 來收回多支手作飯 你們是護衛公司是嗎 請問你有沒有… 你搶錢 我來港元 我來港元 你…你先走 我未說完 你先聽我說完 他們搶了我的小木 追快過 不是的 我找不到 你們是前面的 你… 我未說完 快… 快… 來, 阿Sir 老爸 說錯了, 你怎麼來了 你說被人騙錢, 究竟怎麼騙法 拒責他 拒責他 阿Sir, 是拒責他 不是阿Sir, 是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是情侶組織 專家人士的, 是他們 你不用說, 拿著兩個錢 還有古靈精靠兩位 好, 把他拘捕了 是呀… 幹什麼, 別打電話 糟了, 別打電話 糟了, 別打電話 把他拘捕了邪教組織 什麼事, 應該的… 我們是良好市民 撲滅罪行, 應該的 是剪, 剪超 不用怕, 這個是我的女兒 她那天去到那個… 謝謝你… 別打電話, 謝謝你 是甚麼驅使你賭卻邪教組織 我幫我拍表一下 拍表一下 阿Sir, 全民手中慢慢來 我們有足夠時間 讓你訪問我們石師傅 是呀… 其實整件事情是錯綜複雜 曲折離奇, 驚險萬分 我經過一個很長時間追逐之後 終於能夠利用我這個 祖傳的環語黑龍拳 制服這個邪教組織的人 剛好警察先生來到 我就把他交去成之乳化 謝謝石師傅 還有, 其實我是環語黑龍拳的 掌援人石黑龍石師傅 如果各位有興趣跟我學 這個環語黑龍拳的話 石師傅 簡單說, 這兩杯絲物拉薩在我 可以保持智慧 老闆, 親自省的 我可以為你最負名, 請打你的電話 29944333 謝謝, 謝謝… 石師傅… 這次真是多虧你 我們全為你才回復太平 其實我別客氣 我只不過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何足掛恥 對, 真是 真是, 拔刀 總之我動手, 我也更好英雄 石師傅, 我真是怕邪教 還有餘黨在這裡 就算邪教真的有餘黨 也不會打理主意 你這句話 我十六姑雖然充滿過人 但只怕一時連笑無知 誤中奸人的圈套 這樣就好 我青春無啞, 白逼無下 各位… 是, 若果日後還有甚麼需要 石某人的地方, 請隨時找我 我一定兩立插刀, 義不容辭 謝謝… 石師傅, 不知道去哪裡 可以找到你吧 甚麼事, 轉聲 突然說話這麼溫柔 說起來就慚愧了 我原本有一間醫館在旺角 只不過因為這個租約奇滿 我現在還在到處找地方 石師傅, 不用找了 本來這裡全為你大把胸抱 好, 是… 石師傅, 你就搬來這裡 有你在我坐鎮 我晚上回家也不用怕 是…師傅, 你要搬來這裡 可以教大家街坊華語黑龍拳 我慢慢看你的廣告 很漂亮, 你想看的 是… 對了… 到時候, 石師傅 你的醫館當然有很多病客出入 不知道我方便 放醫療保險單在你的醫館上 石師傅, 你不用考慮了 本來就搬來全為你 是呀… 搬來… 搬… 現在叫你們遊行賴口號嗎 師傅, 既然大家都回美意六 你就搬來這裡吧 是呀… 是呀… 既然我石某人得到大家的錯愛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鳴 是呀… 好… 好… 今天是甚麼日子 你肯定誠心無罪錯 甚麼這麼香 甚麼 點心, 豬肉餃 好呀, 豬肉… 別鬥了 你不是弄給我吃的嗎 吃你, 這些點心 我特意弄來招呼石師傅 石師傅 你今天約了他來談租店的事 還沒見人呢 招呼石師傅 要不要誤重手 隨便看來買那央日子 還沒包也行 人家說了, 都叫救他們的女兒 怎麼了 喂… 你的豬肉 是不是雪櫃中間那央的豬肉 是呀 那些豬肉就過了三天 你拿來包餃子 要包拿雪櫃頂裡的牛肉 那些過了一個星期才拿來包 那些牛肉 今早就來煮了通粉 你吃得最多的 朱子老闆 石師傅 來, 老闆娘 不好意思, 我遲了一點點 所以故意耍玩兩下給兩位欣賞的 這是我的賺乏 好, 老闆娘 好, 明白, 明白 請坐 請坐 好的 小傻子 是, 師傅 展老闆 小小禮物, 吳成敬意 不用客氣了, 石師傅 這些是甚麼工作 這是我祖傳秘方的黑雞油 黑雞油?用來炒豆苗還是做一瓶白的 好, 黑雞油是要你擦的 鐵打風濕, 刀傷扭傷 四時感冒, 吼吐吐痛 甚至乎你內分鼻失調 肥半水腫, 脾氣暴躁 都一瓶搞定了 黑雞油最厲害的 就是還可以用來美容 因為我加入了這個XY15進去 它是防止你的肌膚出現色素斑沉澱 以及色素斑的出現 不好意思, 我留了一點 黑雞油還有原味和香味兩種 展老闆 石師傅, 請問這盒是甚麼呢 這盒是彈塌 那實在是好多 放回很多膠煮 對, 趁熱 那就不要客氣了 不用客氣 你真是這麼客氣 展老闆, 不如我們言歸正傳 你有甚麼筍盤介紹給我的 有甚麼要求 其實我為人的要求不是那麼高 那間店最重要 交通方面正宗大 水店要齊備 二千多呎, 門面一定要闊大 樓底一定有反而不上阿高 最好就有意大利雲石地台 楓木磨砂玻璃窗廚 租方面一萬元以下 免案金就這麼好 不是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有問題嗎 沒問題 是 來… 租房一定要來廚園為你 來廚園為你一定要找大理 大理地產佛無終成 大理地產佛無終成 好… 不用奇怪了 這首歌通家的遊魯戰聯 每個人都會唱的 是呀… 老實說, 你剛才不是條件 我們手上的一本 每個人都適合你的條件 是呀 不過這樣, 我得必誠意介紹 就是轉角的那間吉號給你 那… 意大利雲石地台 那個是東莞的雲石花紋地台 那這個西班牙峰和收玻璃窗廚呢 那個是常平的借渣板玻璃窗廚 那…二千赤只收萬五元租而已 那我為人不是這麼貪小便宜的 業主公明還有半年免租期 算了, 我為人不是要求那麼高的 就這間 不過這樣我 大理規矩收半個月的佣金 沒問題吧 沒問題 聰明 來… 大幻仔, 支票寶 師父, 支票用完了 甚麼?你今天早上明明還有兩、三張 你有一張是捐給那間吉號用了 是呀, 都說捐給邰塞俄比亞 另外那張是找賴尿牛丸的數 是呀, 我們找這個 賴尿超群牛頭的紀念證丸 展老闆, 實不相瞞 我其實只不過捐了一批磚牙給他們 是呀… 支票方面就…不如這樣吧 怎樣 我個女兒就專程拿過來給你 這樣沒問題 這樣? 這樣甚麼? 前一兩天是沒問題的 大家都在街坊街里 是呀 而且石師父也幫過阿彩 就這樣說吧, 石師父 那就這樣說吧, 我先走了 不是, 這樣… 你看…三屬九頭, 別說他 是呀 這次的確嗎, 她說她 我給阿彩 小姐, 你沒事吧?你先起床 我的腳 你弄傷了腳, 可大可小 醫治不好, 會終身殘廢 你不用怕, 有我在, 我幫你治治 過來這邊, 讓我扶你 小心, 慢慢… 小心, 小心 小心, 這麼多位, 今天我請客, 你們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用… 你這樣做, 我怎麼做生意的? 是呀, 聽說這間店是我的 我知道, 不過我要用這個獨門的家傳 超級無敵地打秘技來醫治 這種秘技不可以被人偷屍 閘門仔 是 我守住門口, 任何人不得出入 知道, 師父, 這樣怎麼行 不好意思… 醫人重要… 這樣也行 我睡著, 我睡著覺也看不見了 為了人道立場 都要通知阿智燒一聲 一天都是你 叫你洗乾淨的門口 不要被殺人嚇死 很容易滑倒人的 幸好這次滑倒阿塞 如果滑倒我們就死了 先扣你半年薪金 每個月頭減你三百元 還要打你的小人 看你走路打肚騰, 說話說文言文 你怎麼會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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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明明把這條街燒乾淨了 在裡面 坐下 沒有女兒, 走開 你這個混蛋真是膽子, 你幹甚麼 你…你…你沒事吧 我康復了, 謝謝你們, 師傅 小小義士, 你好多掛耻, 沒事的… 我… 誰在說話, 怎麼這麼吵 都聽不到她說甚麼 對不起, 我… 石師傅, 我不知道你剛才救我女兒 有所誤會, 請你別這麼見怪 這對白說這麼沉, 說別的, 好不好 好…說別的, 我…我現在的頸部很痛 麻煩你, 給我弄好頸部, 麻煩你 你知不知道 其實你中了家傳獨門的 用來警惡情間的環玉黑龍拳 是嗎? 很有意義 是嗎? 這麼厲害, 對呀 幫幫忙吧 不過你放心, 你不會死的 最多三幾天後就沒事了 我這樣才三幾天才沒事 各位, 相信這麼多位 剛才親眼看到 我這個家傳獨門超級無敵的跌打秘技 以及這個家傳獨門的 用來警惡情間的環玉黑龍拳的威力 各位, 那間第十九間的分館 將會不日在這個香港特區傳位里道 就開張了 到時候請各位多多捧場 跟我學這個環玉黑龍拳 是, 徐弟 還有免費的半年跌打醫療保險贈送 石師傅, 你真是客氣了 真大仁大義 小小意思… 到時候開張的日子最重要來捧場 謝謝… 你… 喂… 喂… 快點… 就這樣走, 不用理你 你不是還想嘗試我懷疑黑公拳的威力嗎 不是… 石師傅, 還沒完單 是啊, 坐吧… 你還胡老爸回去 來吧… 你的頭很重 當大家都認為 石黑龍是一個大仁大義 沒得頂的人物的時候 許強竟然發現 原來石黑龍就是暗算展彩的黑手 雖然他明知道石黑龍的居心是甚麼 在道義上是有責任 將這件事告訴全衛利的所有人 但是基於全衛利國家治素門前書的精神 許強唯有當沒發現過這件事 展老闆 阿中文 我呀, 石師傅 石師傅, 來了 對了, 請你和我弄好頸子 快點 還沒好嗎 怎麼會無緣無故好呢 沒理由的, 來吧, 看過 糟了, 今世都好不回來 這個頸子 還沒理由的 想不到一輩子做側頭仔 你真是, 哎呀, 你幹甚麼 你是不是想取個命 你到這個時候還這麼大 你真是人 現在就沒事了 這麼厲害, 真厲害 展老闆 其實我今天來 就專程拿一張支票給你的 拖了佣金這麼久 真是不好意思 我這麼可惜 你不斷寫一張修條給我的 應該, 應該 我準備好了, 寫定的 是, 請過來 石師傅 沒問題吧 沒問題 有問題 不是一萬五千元佣金嗎 我這裡寫錯了 不是你寫錯, 是我錯而已 明明半個魚翁是七千五百元 我就寫了一個魚翁一萬五千元 你居然說沒錯 你這個人真是不夠老實 你知不知道懷疑阿龍拳不專門 要來對付那些不老實的人 知道…對不起… 這樣吧 你收回一萬五千元的支票 另外寫過一張七千五元的給我算打 我只有這張支票 這麼巧? 就是這麼巧 那… 說甚麼? 現在我的支票是一萬五千元 你的收據是七千五百元 是呀 那你就寫七千五百元的錢給我 那就沒事了 是啊 不是 旗票有股閒 我這個人沒甚麼耐性 我知道… 真是巧了, 石師傅 我又沒有現金了 不然這樣吧 我又寫了七千五百元的支票 找回你了, 好嗎 那你真是不相信我 我就是不相信你 你這個人也不夠老實 石師傅, 你給了支票 我就要相信你 我找了支票給你 你就不相信我 我這樣不公道, 是不是 支票就支票 請坐… 七千五百元 整 旗票, 你這張也是旗票吧 當你那張旗票對了錢的時候 我自不然就把這張旗票交給你 你又懂得那些甚麼權 如果我不把錢放下去 你不會打側我的頸子, 是不是 才非 來這張旗票就拿不到錢了 算了…就這樣決定 我有事, 我先走了 不鬆… 請… 你這張旗票很滑 想弄一萬五千元的錢 來騙我七千五元現金 幸好我是老江不漂亮 我看你這張旗票 我看你這張旗票 我看你這張旗票很滑 我看你這張旗票很滑 你這張旗票 你不舒服嗎 當然不是 不是, 怎麼突然塗黑雞油 石師傅說黑雞油有保腦的作用 如果每天早五晚查他一次 在太陽夜的話 那會讀書也會這樣 保腦, 你早五晚查到沒腦 我告訴你, 石師傅不是好人 他那些說話千萬別亂聽 知道嗎 黑雞腦這麼盡, 展生 你不是不抵得人家英明神武 大人大人又英俊了吧 是啊 什麼, 你的矮仔法 什麼 你不是又塗黑雞油吧 塗黑雞油吧 塗黑雞油, 幹嘛 人家說沒腦子 你又想塗黑雞油來增強記性 爸爸, 二老不是塗在太陽 而是塗在垃圾裡 你怎麼會塗垃圾裡 真棒 連這股味道真神奇 有料 真的行 原來真的行 小禮, 你別告訴我 有人在說黑雞油 你怎麼知道, 老公 黑雞油真的用得了 你看, 這件黏了香口膠的衣服 都搞定了, 你說神奇嗎 石師傅說得對 黑雞油怎麼只是鐵打藥這麼簡單 是呀…黑雞油這麼神奇 夠膽的一人喝一瓶 喝完可能會飛 你也不敢 你也不敢 師傅, 師傅 師傅, 師傅 師傅 我回來了 好了, 終於有一個有利性的 回來了 老爸, 今天我有個重大的發言 我知道, 說了 我曾經說廣狀 我都沒什麼意思 聽你們說這些 什麼廣狀 今天不是廣狀 不是 而是讓我發現了一隻神奇的聲音 它就是黑雞油 哈哈 各位聽著, 從這秒鐘開始 任何人等不准再提, 黑雞油三不知 這星期發生了什麼事 那石師傅忍去給你吧 沒關係 這傅一向爭人富貴 厭人窮的 用什麼理他 我聽十六姑說 今晚石師傅會在關稚林 準備明天開張 是呀 不如我看看有什麼像素 是呀 也好 一個不覺意讓我發現了 這隻黑雞油的獨特配方 然後再加個黑雞直銷 那你幫我還不發 走吧 走吧 黑雞油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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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禮了… 失禮了 看來你跳那套拳 真是有料到 好呀… 坦白說 我看見像跳舞似的 那些功夫有沒有用呢 救命呀… 來… 為了每天三針兼偶電一馬 令我每一匹不敢起生涯 為了一個紅火仔 那鑽良家宋 我已經問進去偷術 香港真好玩 好玩东西多数是港产 咸鱼到香港会翻山 天天都可以如此拎法 有人马照跑 有人路照走 好玩好玩真好玩 一边吃鱼蛋一边体育蛋